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。 在豆罗大陆64集一开始,史莱克七怪就遇到了一只鬼鹰虎的攻击,在所有人联合攻击的情况下,也是对鬼鹰虎进行了围攻。 最后,朱竹青成功将其击杀,正当唐萨拿起幽香品罗仙草后,却出现了一个让所有人害怕的一幕。 原来诸多的魂兽受到仙草的影响,也是朝着史莱克七怪他们这里聚集,这样大家不得不选择临时性的撤退。 于是,史莱克七怪的院长在他们的掩护下,也是成功地逃脱了出来。 这时他们在防御毒阵中开始研究起来,究竟要对哪一只魂兽进行捕捉,之后转到了唐三决定他的魂兽,而唐三给出的答案是缛血魔珠。 大师一听唐三这话也是十分吃惊,并向唐三说明这是一只万年魂兽,而大师给唐三推荐的是人面魔珠。 他是说出了人面魔珠的好处,不仅可以增加增强他的第三魂迹,还可以增开发出自保的第四魂迹,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 可是唐三考虑到精英大赛即将来临,只有吸收了第一血魔珠,才有机会获得更大的获胜机会。 此时小五也是说出地血魔珠的危险,会产生灵魂正当的可能性,但是唐三说出了自己的看法。 而大师也对小五说法产生了疑问,但唐三还是执意自己的看法,并向小五保证他能够吸收这只地血魔珠,一场关于唐三升级的故事也即将展开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最后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,大家知道抛天水上有几个十万年魂环吗?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,咱们下期再见。